地球的天然衛星月球 现在已经没办法再观察它的形成过程 但我们可以在宇宙里面寻找和参考其他卫星的形成 难度也在于要有高解像度的望远镜 先知能够看得清楚体积最小的卫星 近日终于有天文望远镜 发现一岛卫星形成的契机 在半人马座的方向距离地球400光年以外 有个相当年轻的天体系统 历史只是得太阳系的千分之一 观察这个系统可以联想到太阳系 起初生成时的大概模样 中心是新形成的恒星PDS-70 质量是太阳的七成半 它的恒星周盘已经变成幻形 中间的大片尘埃不是凭空消失 而是已经凝聚成两颗恒星 其中一颗是今次的主角PDS-70C 透过智利的一个望远镜阵列 最新拍摄的影像 天文学家发现PDS-70C的周围 已经拥有自己的恒星周盘 推断正是凝聚成天然卫星 而且整个恒星周盘的物质 足以形成三个月球 不过形成几个小卫星 或者单一具大卫星 仍然有待观测 而前望远镜的解像度 只是见到恒星的大型周盘 今次是第一次发现恒星的周盘 目击卫星酝酿形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